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 着急的不仅是以色列 还有埃及 最近这段时间 红海很不太平 自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发生冲突后 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对以色列宣战 随后 胡塞武装就表示 将对红海航线上 属于以色列或目的地 是以色列的船只 进行拦截和打击 中东的穷老乡们 可不是说着玩的 自从说要拦截后 胡塞武装就劫持以及轰炸了 多艘以色列货船 以色列气得直跳脚 但又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他们的海军力量不行 最后只能求助 沆瀣一气的美国 美国也扯起世界警察的大旗 想要拉一个多国联合舰队 去红海搞护航 但响应的国家只有十个 并且基本是出攻不出力 甚至有的国家 只派了两个参谋到美国军舰上 美国的护航行动 搞得虎头蛇尾 并没有对胡塞武装 起到任何威慑作用 他们照样拦截以色列货船 由于导弹无眼 很多国际航运公司 不想承担损失 纷纷宣布暂停接收 以色列货物 并停止红海航线 绕行非洲好望角 随着越来越多货船 不走红海航线 埃及也开始着急了 胡塞武装封锁红海 为啥埃及筹坏了 虽然胡塞武装表示 只针对和以色列相关的船只 其他国家的商船 可以在红海自由通行 但谁也不敢保证 胡塞武装 在拦截以色列货船的时候 不会误伤其他国家的船只 所以 很多国际航运公司 纷纷宣布不走红海航线 红海航线 原本是世界上繁忙的 贸易线路之一 通过红海走苏伊士运河 可以快速到达地中海和欧洲 如今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事情 货船不走红海 苏伊士运河就没钱赚了 红海航线断了 不仅导致航运成本上涨 也影响到了埃及的经济 要知道 苏伊士运河可是埃及国家经济的命脉之一 过去很多年里 埃及都围绕着苏伊士运河发展经济 可以说 苏伊士运河就是埃及经济的生命线 作为东亚 南亚地区前往地中海和欧洲的海运捷径 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哪怕埃及收着高昂的过路费 其他国家只能认了 毕竟绕行好望角 不仅要多花油费 航程更是要增加15天 因此 埃及也靠着苏伊士运河收行运费 赚了一大笔钱 苏伊士运河有多赚钱 苏伊士运河的历史悠久 古代埃及就已经修建由 古苏伊士运河 进入近现代后 苏伊士运河几近一手 一度被英国殖民者掌控 后来在美国和苏联的干预下 埃及才拿回苏伊士运河主导权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也愈发频繁 苏伊士运河也渐渐成为埃及的聚宝盆 一直会下金蛋的鸡 根据数据统计 2022年 苏伊士运河光是过船费收入 就高达80亿美元 而那一年 埃及的GDP是4767亿美元 一条运河的收入 就占了埃及GDP的约60分之一 苏伊士运河有多赚钱可见一斑 而且 埃及还围绕苏伊士运河 弄了一条经济带 涵盖航运 旅游 休闲娱乐 船舶制造与修理等 据称 苏伊士运河经济带 产生了18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占了埃及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 所以 胡塞武装宣布封锁红海 导致苏伊士运河货运量下降后 埃及也着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